你过来一下 儿子 你看看这周围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死亡 腐烂的气息 跟冬江一样 跟我的生活一样 或许我生命中 所有重要的女人 都注定要离我而去 这是我的宿命 我告诉你 女人可不是我们 男人生命的权 也是要干大事的 怎么能为了一点点的 小情小愿 所困扰呢 我告诉你 我在这里看到的 是一百圣机 是你辉煌的未来 我的未来 所谓 一将功成万物枯 一个男人的成功 就是要踏着 无数人的尸体前行 这一点我想 你在训练学校 已经有了初步的体验 但那仅仅是开始 残酷的优生劣汰 才是这个世界 唯一不变的法子 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你只有活到最后 你才有机会 你才能赢得这个世界 你 之前我说等你训练结束 会对你有所安排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我将给你升职 升职 我一直这么严格地要求你 就是希望 你将来能够接我的班 继承我的家业和事业 我知道 你心里并不认可这个职业 上次 在你的婚约上 我逼你做出了选择 这次我不会 我会让你自己 好好想一想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警察局的位置 随你挑 随你挑 报告 不是说了今天谁也不想接 对不起 少爷 这位姑娘非要闯进来 我怎么也拦不住啊 对不起 是 你不是和罗浮生在一起吗 干吗来找我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跟罗浮生只是普通朋友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普通朋友 你会为了一个普通朋友留在东江 你却选择欺骗我 是不是罗浮生跟你说不要告诉我 不是的 是我主动要求他不告诉你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不想再跟你见面 我想要跟你说的 在心里已经表达很明确了 现在我人不管在不在东江 我们分开都已经是事实了 不见面对我们双方都好 不好 一点都不好 我在警察学校培训的时候 我每天都被人侮辱和欺负 你是我唯一撑下去的理由和动力 就是因为你跟我说过 要变得更强大做一个好警察 我幻想着 可能在哪一天 我们还会再见面 可是现在 我生活的信念 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话 一个敷衍我的借口 对不起 徐星成 对不起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不 这不是你的错 是罗浮生的错 他一直在破坏我们的关系 趁虚而入 徐星成 罗浮生他不是那样的人 你们两个兄弟这么多年你知道呢 而且我也不想看到你们 因为我而闹僵 不要再误会他了 好不好 罗浮生如果当我是朋友 当我是兄弟 他就会告诉我你还在动僵 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徐星成 你现在 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人 总是会变的 这是事务发展的必然规律 亲人会交悟 兄弟会相残 但是不管怎么变 我对你的心 对你的爱 是我一辈子都不想改变的东西 不管付出的代价会是多少 你根本就不是在爱我 你是在爱你自己的执念 清醒一点吧 好吗 我现在 非常地清醒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你不是口口声声地说 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那就代表 我又可以堂而皇之地 追求你了 如果你要这么做 只会让我更加远离你 如果你要这么做 就因为你也是 你不给他 不得儿子 你怎么能不能感到 你不是为了 我还是没用 你告诉你 一起分析 我认断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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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各位同仁 今天让大家齐聚一堂 是为了宣布本局一个重要的任免决定 许兴城警员从今天起 正式升为本局探长 这完全想不到 下面有请许探长为大家讲话 这么年轻就当了警察局探长 可真是为此为非的 怪你偷走了太爱 你要是许局长的儿子啊 你能不跟他一样疯狂吗 我知道 你们认为我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才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 既然走到了这个位置 我一 不会谦虚客气 二 不会不做 你们可以私下里议论 诋毁我 这与我不关 可如果 我以探长的身份 向你们下达了命 你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言听计做 做不到的人 我可以保证 绝不只是丢了公职这么简单 当然 谁处理多 我也绝对亏待不得的 以上 就是我的入职宣言 先生 您好 我签订你反嘱咐 不让他在里面加百合花 我的百合过敏 你看我脸什么样 什么样 什么样 先生 您先冷静一下 这束花是我们店的吗 不是你们店的 就你们店有这种包装 还不是你们店的 就是他 就是他卖给我的 先生 先生 你没跟我说过 你对百合花过敏啊 你不知道 我让你一命产一命 别这样 您冷静一点 您要冷静是不是 你信不信我一人一块家 先生 你别这样 飞燕 飞燕 你流血了 先生 您先冷静一下 我们真的不知道 您百合花过敏 如果您告诉我们的话 我们是不会把花卖给您的 那好吧 五十块大洋 一分都不能少 我告诉您 我就靠这个点吃饭 现在挣不了钱来怎么办 五十块大洋 一分都不能少 五 五十块大洋 五十块大洋 可 可是我们老板不在 我们做不了主的 五十块大洋 少一个我都不敢 否则我就报警 谁要报警 警察先生 你要给我做主啊 天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警察先生 我才是受害者 我 受害者 兄弟们 把他给我靠起来 许星成 他是我们爹的客人 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 你没必要把事情弄这么大的 没必要 他自己不让你 在我面前对你动手 把他带走 别 别 你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告诉你 我认识你们警察局长 那么巧 我也认识他 我是他儿子 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刚才学有点网上勇 我记错了 我认识你们探长 那就更巧了 我就是探长 带走 许星成 你怎么可以随便 你来人呢 你们抓住人了 你们抓住人了 我是在履行一名警察的公职 你是东江的公民 谁伤害了你 谁就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保护 就算你现在容生成了探长 你这也是在滥用职权 既然你这样说 我就再滥用一次职权给你看 现在所有人 出使军注尚 为什么 因为我要例行公事 我要调查你身边所有人 确保没有人对你构成威胁 居住这儿 你呢 我 我没有 那你必须跟我走一趟路 把他带走 是 许星成 飞燕 天鹰 天鹰 许星成 站住 一趟路 走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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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个人呢 是 我哪个人呢 你呢 我哪个人呢 放你一马是可以 可是你要给我一个充足的理由 理由 理由就是 我是天鹰唯一的朋友 你怎么证明 我手上的伤 还有我刚刚对他的奋不顾身 这都不算吗 就算你是他的朋友 对我有什么好处 对你当然有好处 既然我是他的朋友 他所有的事情都会告诉我 他的动向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些消息 对你来说 应该无比重要吧 还挺聪明的吧 所以我们是达成共识了吗 这是我的名片 怎么样 有关天鹰的事 马上跟我联系 要记住 一旦他发现了 你就失去利用价值 放心 我明白 那你赶紧回去 证明你自己吧 飞燕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放心 他不是要抓你吗 怎么这么快就把你放出来了 我跟他说 我是天鹰的好朋友 又跟他说了些好话 他看在天鹰的份上 就把我给放了 这么说 我还得谢谢你呢 飞燕 你别这么说 你这手没事吧 咱们要不去医院吧 没事 这点伤对我来说小意思 谢谢 你今天怎么请我到这么高档地方来吃饭啊 你有钱吗你 你别待会儿吃一半跑了 你今天怎么穿得隆重 我 我就说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 是不是看着特别别扭 我就说嘛 你一穿着不舒服 人家看着能舒服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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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因为你很少穿这样 就看起来不错 还不错 真的假的呀 嗯 你是不是又讽刺我呢 堂堂洪家二当家 怎么能这么没自信呢 我堂堂二当家 怎么可能没自信呢 那趁热赶紧吃吧 我跟你说 牛排这个东西啊 它要凉了之后 就特别不好吃 你说这个刀叉是谁发明的呀 啊 怎么这么难用啊 服务员 给我拿双筷子 我也要 好的 原来我们是同类人啊 谢谢 谢谢 这个就趁手多了 其实 我今天与你来 是想跟你聊一下许星成的事 说 昨天 后来我去警察局找过他 希望他 不要因为我留在东江的事情 误会你 但是 没想到 事与愿违 我现在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才好 你不用担心 我罗浮生呢 从小到大 一直被人误解 可是我最不喜欢的事情 就是去解释 我坚信 轻者自轻 而且许星成啊 我最了解他了 他是个民事里 懂是非的人 他会想明白的 但这次许星成回来之后 我真的觉得他跟以前 变了太多了 你 还是注意一下吧 兄弟之间呢 哪有隔夜仇啊 我相信时间 会化解一切的 我们先不说别人了 你能不能稍微 关心一下你自己啊 关心我自己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除了白天在花店打工之外 你晚上还要同时去打好几份工 你为什么呀你 这个 你都知道了 我不仅知道 我还知道 你把你自己的工资一半 分给你的同事 你还养你那个无所事事的哥哥 你怎么就那么不知道 心疼你自己啊 就 就这么几份工作 我现在还能扛得住 行 你如果晚上一定要打工的话 来美高美上班 美高美 对啊 怎么 看不起我们美高美啊 不是啊 我 我 我真的不能再欠你人情了 就是因为不欠我人情了 所以你更得来了呀 为什么 要不然你晚上同事打那么多份工 回来那么晚 回家那么晚我 我 我就还不如让你在我眼皮底下呢 再说了 你到美高美上班 是凭着你自己的努力去工作 又不是我去施舍你 你 我真的去美高美工作的话 你 不会对我搞特殊待遇吧 我给你搞什么特殊待遇啊 来人这么说定了 来 我来吧 我来吧 我来 罗夫 怎么了 见我不是罗夫生 失望了 这是不是证明 我不在东江的这段时间 他都一直有陪着你 你来干什么 是库门外路登案 治安不好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走这里的夜路 所以刚刚这些警察 都是你安排的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这并不难 所以之前 在花殿茶居住咒 是为了知道我住在哪儿 我就是知道你不会告诉我 倒不如用这个方法来得容易 许星成 你这样处心积虑的 到底想怎么样 天忆 我只是在用我的方式来保护你 可是我不希望你用这些方法来保护我 你现在是一个警察 你需要去同情弱小 需要除暴安良 需要秉公执法 而不是为了我这样一个区区的小女子 来谋取利益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可是我并不在乎 对我来说 东江所有人的安全 都比上你 可是我在乎 我在乎行吗 我不希望成为你滥用职权的借口 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哥 哥 你怎么又喝酒啊 你还知道回来 这么晚了 去哪儿了 我加班了 哥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出去找工作 可是你也不能天天在家借酒消愁啊 虽然咱们这个房子房租不算贵 可是已经花掉咱们收入的一大半了 咱俩离开了西班的一时无忧 现在生活真的很艰难 明天我要去美高美上班 不然的话下个月的生活真的无以为继了 美高美 这种风月场所 你的尊严呢 你把师父的脸都丢尽了 可是至少我为了生活在奋斗 但是你呢 哥 你只知道天天在家借酒消愁 现在嫌家里多了一张嘴吃饭了 好啊 我明白了 他罗浮生就什么都好 我断天赐就是个废物 比不上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只是在替爹伤心 他老人家在天 直定是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的 你别跟我提爹 最没有资格提爹的人 就是你 我先回去睡了 天音 天音 这件不错啊 是 还可以 双姐 我给你带个人过来 他叫天音 对 你们之前应该见过 从今天开始呢 他就在我们这儿上班了 你多帮我照顾照顾他 双姐好 天音 我们之前是见过一次的 老听扶声说起你 双姐就像我亲姐这一样 有什么事你就跟她说 好 那 那我先走了 去忙吧 交给你了啊 嗯 孟露 双姐 天音第一次到这儿来 人生地不熟的 你带他去换衣服吧 交给我了 嗯 跟我来吧 哪儿 有什么事的 郑露 孟姐 我就是来当服务员的 不用穿成这样吧 这儿可不比你们戏院 你以为我们美高美 是靠什么在这东江立足的 这点牺牲精神都没有 干脆不要来了 你傻你 穿得越少 赚得越多 那 孟露姐 可不可以先过渡一下 就是 有没有一些幕后的工作可以做的 幕后工作 嗯 仔细想想 也只有打扫卫生算是幕后工作了 对啊 是 打扫卫生啊 没事干嘛 是 打扫卫生啊 可以 我可以做的 我来美高美这么多年 像你这样的姑娘 还是第一次见 好吧 跟我来吧 你咋还怎么生啊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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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从这儿往里 每个角落给我拖三遍 哦 对了 还有我们扶生哥的房间 给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听懂了没 哦 我会过来检查的哦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你特意订做的 我哪会那么用心啊 就是你瞎呀 哪看出来她长得像你了 你看人家 眼睛大 鼻子高 肤白梦美 还有叫衣服 你呢 实在是惨不忍睹啊 要什么没什么 她拥有我 福生哥你知道你为什么最近 总是受伤吗 就是因为身边有小人 都是为了小人害的 就是 所有 我要的 不多 有你就 好了 情人路人朋友 再多成一分钟 再多成一分钟 竟然 是我 不能 承受的钟 若一眼一心一拼一笑 叫心动 等会儿 放手 你就是抢我身边的女人 你才流氓呢 这样吧 你答应我三个愿望 我也把钱添回来 愿望 还三个 你怎么这么贪心啊 你还有机会跟我罗不正谈条件 已经说明我不是很良心了 你这个人啊 你这个人啊 就是看起来凶巴巴的 其实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别人都说我是 刀子嘴 正毒心 如果有来生的话 你愿意做我朋友吗 不用等到来生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是朋友 我 我在山洞里 说的那句话 你还记得没 什么话 就是我 我最后说的那句 我说我 秦桓子 你一定要 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你知道吗 如果你想让爹 继续地高兴下去 你就要坚强地活着 你知道了吗 我觉得这个胭脂的颜色呢 可别稍微 秦桓子 你看这 戏班这一大帮子人 和我席院那一大帮子人 我 从现在开始 到天鹰他们手上结束 这期间所握的机会 我洪家宝 从我第一次看见你 我就知道 你是因为不管遇到 任何的困难 你都会想办法去靠分 去解决 天鹰 我下来了 从明天开始 你每天晚上下班了之后 你必须等到我来接你之后 你才去走 听到没有 这就是传说中的护花使者 名副其实的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这 这是我房间啊 我当然想什么时候回来 就什么时候回来啊 但是你 你为什么趁我不再留到我房间里来啊 还乱碰我东西 我 他们让我来打扫卫生的 打扫卫生 谁让你干这种活啊 我自愿呢 因为 因为 你们这儿的工作服 我实在穿得不太习惯 所以只能干这个 那 那好吧 那你就 接着打扫 我拿点东西我就走 我拿点东西我就走 手摇冰湖 你露的 我是你的头号戏迷吗 好可惜啊 现在唱不了了 没关系的 太阳 你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的 那个罗伯特医生吗 他马上就要到东江来了 到时候 我带你去看嗓子 好 跟我还这么客气 我 我们是好朋友吗 扶生哥不好了 快去看看吧 木鹿姐她出事了 等等等等 轻点轻点 轻点轻点 怎么说成这样啊 等等等轻点轻点 怎么搞的啊 我 脚下一滑就摔倒了 那这还能站起来吗 嗯 这秋尚啊正好请假回家 你说今天晚上跳舞吧 本来就指望你一个人 还摔成了这样 你说怎么办呀 算了 梦露也不是有意的 双姐 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已经找人去找美丽了 让她今天晚上给我们救救场 双姐 双姐 美丽姐说她今晚不能派人来帮忙了 她说 她说什么呀 她说星龙馆的胡琪 最近每天派人盯着他们那里 姑娘们一听说要来美高美 谁都不敢出来 怕被找麻烦 好 这个怎么办啊 知道了 下这个 来 你说现在这星龙馆 真是越来越猖狂 双姐 那我们今天晚上怎么办呢 是啊 双姐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真是怎么办啊 是啊 你们都别慌 我再想有办法 看我干吗 你来 我 当然了 你有舞台经验又会跳舞 你要是不行的话就没人醒了 我 大家听着啊 你们赶紧教她这个舞蹈动作 时间来不及了 快快快快 动起来 罗浮生 我不会 罗浮 怎么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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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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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行啊 对啊 我 我真觉得这女孩条件不错啊 形象 气氛 还有这舞蹈功底 都还不错 嗯 有多明星的潜众 你别说啊 天音这个姑娘有点儿意思 还挺机灵的 你的眼光果然独到 那边儿呢 那边儿呢 她最擅长的就是旧厂了 她最擅长的就是旧厂了 那边儿呢 她最擅长的就是旧厂了 这艺人的潜传的 那边儿是个人的地区 他最擅长的地区 都还不错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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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姑娘啊 真想是为这舞台而生的 導演 咱们那个戏 《红蓝》身边 是不是还缺一个佩戏的丫鬟 我觉得还可以试一试 我怎么想到的 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 所有人 出去 把人都出去 都在哪儿 走 走 走出去 快点 走 快点 走 别乱了 走 你干什么你们 快点 走出去 快走 快走 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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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 赶紧去找 好